新聞主席 要帶大家來關心風太的消息 營運中台杜蘇瑞風太動態 跟一關在海應變中心 晚上6點先為一劫 各單位進出中心隨時應變 管長吳宗良第一時間 聽出風太動態幹部 以及各局處的風太出事 即時落實作業保障官民的使命再三安全 該管政府在海應變中心 26號晚上6點一劫開設 除了原本已經進出單位以外 九郵處、衛星局、公車處跟台灣電力公司都派完進出 管長吳宗良表示 絕對不能親和風太大來影響 相關單位屬前必須要以相關標準作好風太出事 接著來台灣將受到不同的影響 風好遲漸變大 互有鄉親尊修管護拿出的知識 主審也要提高警察 三戶以及海邊絕對不能去 平安度過可能的風水災為期 但是不管颱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想防台的心態跟準備 那還是要達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去看的 這個農業跟漁業的防台 那實際上大家都一做準備 用最高的標準來面對這些事情 那同樣的我們在縣政府體系 那同樣我們也是用最高的標準 那各單位這個熟緊樓師 那整個要好好的去面對整個災情 可能面對我們的衝擊 那所以颱風會正式進入到我們的整個的 有風有雨的階段 所以請我們的鄉親 那還是在颱風期間 縣政府所提醒的 或是該注意的 還是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沒有事情盡量不要外出 那包括相關的防台準備 那在風雨來之前 能夠做到好好的準備 那我想都有注意 整個颱風可能造成的衝擊 跟生命財產的損失 那請大家一定要提高 台灣目前也沒有飲水 以及抽搐的狀況 水利處在處卡仁 抽水站264州 水門546州 以及228台移動式抽水機 完成整備 23州地紅地 都拜告上級水位 水門抽水站 它就是抽水基礎正常使用 各行町公所已經準備好 刷包5265個 太空包510個 刷包第400個 水利處另外準備刷包1萬5千個 跟太空包1千個隨時提供調度 聲音新聞正來信 嘉義官 彩虹報登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 喂 這樣很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 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擴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提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加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快得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